距离北京2022冬奥会开幕还有18天,届时恰逢中国春节,两者相遇会发生怎样的化学反应呢? 1月17号,记者来到北京2022官方特许商品旗舰店,店内年味十足,冰敦敦,血溶溶等冬奥周边产品也换上了喜庆的红色包装,不少顾客开启买买买模式。 这个钥匙链还是挺可爱的,而且比较有纪念意义,作为年货送给家里的小朋友或者是长辈,我觉得都还是挺不错的。 主要是购买了一些这个墩墩,还有这个挂件,摆件,包括是这个胸脏之类的,还有这个刚刚也看到的那个,就是那个横幅的那种也不错。 这个采购回去也是我们会当做这个公司的年货,想把冬奥带回家吧。 近日,旗舰店启动了北京冬奥会特许商品年货节,北京冬奥会迎春祈福吉祥礼盒,系列徽章等春节主题特许商品成为一大亮点。 倒计时的点燃冬奥系列徽章,倒计时1000天的时候就开始发行,整个形成了一个中国非常典型的一个叫做这个鞭炮造型,这一套徽章。 它可以很好的展示出这个咱们奥运和中国之间的这种历程,这是整个的一套徽章的寓意,所以也是特别受欢迎。 目前,冰奥奥雪茸茸毛绒玩具套装、发夹、笔带等以吉祥物为元素的产品已成为热销年货,门店销售额也出现明显增长。 年货节将持续到2月底,消费者还可通过云货架定制个性化服装、翻布包和刻有个人形象的专属冬奥徽章。 信念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